山中人除了正常的接手一些演艺工作之外 自己投资参股一些其他项目的也是大有人在 扣上了艺人的光环 这些店面就无疑更加的受到关注 这也就意味着艺人们的店要更加的合法合格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曝光在聚光灯下 最近相传小沈阳参股的1981音乐俱乐部 就陷入了扰民的丑门当中 赶紧去了解一下吧 这家位于沈阳八一公园对面的1981音乐俱乐部 就是此前外界盛传的赵本山徒弟小沈阳参股拍办的高档酒吧 自从今年一月份1981开业之后 有关酒吧的新闻就一直见诸爆端 其中除了因为有小沈阳参股这个原因外 更多的还是由于1981开业半年多来 噪音严重扰民 引来投诉不断 虽然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几次上门 但噪音扰民问题却迟迟不见解决 本月初我们新预乐在线记者启程来到沈阳 决定对1981进行实地考察 谁知当记者赶到1981音乐俱乐部时 却发现酒吧大门紧闭 并且张贴着酒吧暂别774小时奢华升级的告示 听说那个酒吧是小沈阳开的 这个你们有听说吗 我听说了 听说来 那个那什么吧 找着一路也会吧 别采访我 听说这个附近有个那个1981 对对对 哎呦都闹自己了 对不着叫啊 对 1881多下人呢 多下人呢 它是黑社会啊 所以大家就不太敢说是吗 对对对 你这给鸡血住了 但我们人生都有安全 谈1981色变 这几乎是酒吧旁的居民楼中居民 听到小沈阳餐古的1981酒吧的第一反应 在这一张张惊恐表情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外传的小沈阳餐古的酒吧 又为何被民众描述成不法组织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走访了与酒吧连体的这栋居民楼的 业务委员会了解情况 有一度呢 矛盾升级比较严重 因为也有邻居往下撇东西 就把他们门口整个车也给砸了 楼底下弄的都是啥呢 死人的纸钱 哦 就扔在你们这儿吗 对 弄的全是死人的纸钱 就耗口民币吧 老百姓没有办法 原来这个矛盾的起因 还是因为酒吧早里太大的问题 据信于乐赛线记者了解到 1981音乐俱乐部在开业后 曾经过一次改造 当他再次营业时 酒吧的每一个卡座下面 多加了三个低音炮 自此酒吧与附近居民就结下了梁子 第一瓶这个扫扰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我们两个楼体能看到是连着的 对 所以他通过这个管道上来以后吧 就是我家是20楼 而且我家是靠近西侧 他在这东侧 我在这头 就是我家在晚上就半夜的时候 都能听到他这个震动的声音 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10点之后咱们睡觉 开始睡觉了 那个时候能听到他那低炮音 198198加了地动山摇的低音炮 除了让附近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外 警戒酒吧的一家茶馆 也因此门庭冷落 晚上10点以后 11点来钟以后 那就是 他家这个动静 低音炮的动静 马上敲骨 平地鼓上来吧 我们那天晚上客人 客人也不少 后期基本上晚上就 10点来钟 我就没啥客人 就是大家一听 或者西大利克 一听到报房里 一听他的动静 你的社会就走了 茶馆老板告诉记者 当酒吧低音炮一起开放时 自己家的鱼缸曾经被震碎过两个 我找到多次跟他们谈 我说只要是你能把音量放低了 放低以前让大伙 能承受得了 能在这鱼缸能休息 我说你小二生 他们 大家呢 基本上 小成不了 那个这每天晚上报警啊 都得20多次 因为有的时候实在太小了 看来这家酒吧给附近居民带来的困扰呢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那除了反复的沟通和报警之外呢 居民们还求助了媒体监督曝光 谁知道啊 就在有关198198扰民的新闻播出的当年晚上